水换丸就是用白开水 白开水去把药盆做成丸子 听起来简单 做起来困难 因为水不像淀粉和蜂蜜有粘性 如何使用水把细粉变成药丸呢 水先刷在这个东西上面 然后把那个药盆撒在水这个部分 水跟盆去吸附 吸附然后它就有一点湿度 把粉末刮下来不断重复同样动作 现在盆变成小细粒 吸水滚动的药粉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最后变成了大颗粒药丸 目前台湾我所知道会做水饭丸的师傅 可能不到20个 所以会担心失传 现代的中药丸是药粉加上淀粉 或是蜂蜜炼制而成 对于糖尿病患并不好 于是古早有一种不需加糖的炮制技术 叫做水饭丸 一般常用于咖啡和面包的肉桂粉 其实是一种中药材 不过大多数民众并不知道 其实它的原料是来自于肉桂树的树皮 必须经过切片 炮制和研磨才能变成 同样是树皮成分的度重 炮制之后才算补胜强精的中药材 除了决定药性好坏 炮制过程还能去除毒性 炮制它其实就是说第一个最重要 把药物的毒性去除掉 跟刺激性去除掉 炮制没有到位的话 很容易引起心血管 或是脑部的这些不良作用 中药炮制需要长年的经验累积 但台湾的老师傅大多凋零和退休了 所以只能从大陆进口炮制好的中药材 现在很多大陆炮制都是微炮制 甚至更可怕的话是用的很多不正当的方式 石下的中药材已经从穿用的水晶药模式 转为规格化生产的科学中药 这里是科学中药大厂的心脏重位 从中药材的熬煮 这里只要浓缩 都是由自动化的机器来完成 浓缩液经过管路 送到我们的设备里面 那在设备里面跟淀粉做有效的结合 整个出来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的 科学中药的粉末 中药熬煮液和无数微小的淀粉粒结合 变成细粉状的科学中药 最后经由管线 装填 制空瓶 所有的剂量标准化 然后一直到末端还有一个磅秤 每一瓶还会经过过磅 一直到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港旅国的风口 浓缩中药厂里面 它是都是有做好固定城邦的 而且药厂里面 因为它本身针对它的机缘正确性 那有害物质安全性 还有有效成分的局域性都有做检测 其实相对来讲它品质是相当稳定的 制成的科学中药又称浓缩中药 它是科技时代的产物品质稳定 但有别于开方抓药量身定做的古法 科学中药的那么多厂牌里面 还是一样有盲点 例如说它的淀粉太重 它的药的质量不够 就是纯度没有那么高 八碗熬煮成一碗的水煎药浓度高 但前端的药材来源和安全性 不及层层检验的科学中药 不过科学中药的配方并不多元 而且讲究先不伤身再求疗效 当规格化的科学中药大量取代老药贵的影片 传统的中药行可能被市场机制淘汰 最厉害的这些技术是在老的这些中药商的身上 那必须要有学徒跟在身边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学习 你才有办法真的把精华学到 昔日父母熬煮数小时 为了儿女健康的心血汤药 一旦不再重视 那么不久未来被取代的将是随买随得 开罐即用的科学中药